我們看課本 109頁 55經 我們來看 他說有這麼一天 那麼 佛在齊遠金色 這個時候 在 大眾中 就是齊遠金色裡面 有 比丘跟比丘吵架 大家在吵架 那就是掃正式 一般來說 大家會吵架 基本上是兩種原因 就觀念不一樣 或是大家 有利益衝突 就是思想上的衝突 觀念不一樣 我覺得只要你覺得是這樣 這個叫見證 另外一種是 彼此有利益的衝突 立合不同軍 或是怎樣 這個叫做 欲證 那麼 世尊 責諸 比丘故 因為 雖然 大家都依著佛 不過有時候 觀念上或是行為上 那麼彼此還是會有一些衝突 吵架了 吵架了 那佛陀就喝責他們 就講他們就是了 那講完了之後 佛陀就去脫波了 那 十以初 舍舉衣波 洗竹 入安陀林 坐一宿下 獨盡十尾 那就是這一天 比丘吵架 可能也是要脫波去吵架 還是怎樣 不曉得 那佛陀喝責他們之後 其實比丘跟比丘吵架也很常見 那麼在綠典或在經典裡面 也都可以看得見 那麼大家這甚至因為 這個 阿難的弟子 跟牧見人的弟子 兩個都年輕的 而且都很多年輕的弟子 那麼彼此吵架 那麼甚至不願意為他說法 所以其實大家住在一起 那麼雖然強調和和 不過 不過能夠大家都和和 就是 深和 口和 義和 那麼這個其實也不容易 這是要 就是要磨和啦 才能和 要磨才能和 要磨和磨和 那 佛陀當然遇到這種事 會喝者 那喝著完了他拖拖回來 一般都會在奇眼金色打坐 但是他今天覺得他 他就要離 因為金色的 土地這些土地吵架 所以他拖完拖回來 吃完飯 那他就進去捨位層 因為 就是 基本上可能就是 這個捨位層旁邊 那麼 有一個 斯陀林 那 這裡叫做安陀林 安陀林基本上有時候翻譯做斯陀林或寒林 放屍體的地方 因為印度人人死了就把屍體 拿到斯陀林放 然後給他腐爛掉 給鳥啦 蟲吃啦 這其實是一種天葬的儀式 跟西藏的天葬不一樣 西藏的天葬是 還要 把骨頭啊肉弄掉 給屍 給屠嬰吃 那因為那個地方寒冷不容易爛掉 那 印度不是 放在那邊很多動物就來吃去了 那裡也有很多修行者在那邊打坐 修不見觀啊 或是在那邊比較寂靜 做事念 眾中有少正事 我摺諸比丘 那佛頭在打坐的時候 那繼續打坐的時候 他這樣想 他這樣想 他說現在大眾眾 眾就是身團 身團就是眾 那麼有少正事 那就是 有一些真子 那就是也不是很大 就是說可能人數也不多 或是事情也不大 就有一些真子 那麼 我喝著這些比丘 但是 佛頭還是慈悲啦 你看這個有時候就是個性 如果是我們 我們像佛頭是一個 沒有煩惱的人 而且是非常慈悲的人 但是他看到這些吵架 他又講不聽 他想 算了 我也不要講了 我就去 出去外面 我自己打坐好了 也會有這樣 有時候看見他們吵 能講當然就講 可是你要知道 就算是佛頭講 徒弟也不一定賣葬 真的 有時候佛頭講到 講到也不能講 經典裡面有記載 佛頭就勸他們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要和和 所以戒律裡面常常講 同一師學 如水如何 佛法是這麼說啦 戒律裡面常常講 就是 比丘吵架 常常 就叫他們要同一師學 就告訴他 因為他 同一個師父嘛 同一師學 如學如何 水跟乳 牛奶倒進水裡面 很容易就 合為一體 但是有一些 比丘跟比丘 或是比丘尼跟比丘尼 他不是如水乳合 如水活不合 就也沒有辦法 所以佛頭有時候 也會勸 但是 有時候 比丘不一定聽他的話 我們不要想說 佛頭來了 怎麼說都是師父 師父說了算 不要吵了 沒有 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 甚至 佛頭勸 勸不聽 還跟佛頭講 師父你不要管啦 今天這件事我跟他沒有聊啦 真的有這樣子情形 他太無理啦 他太怎樣了 他欺人太甚了 甚至不聽 佛頭再勸 不聽 我們往底下看 他說 他說但是這一些 徒弟裡面 眾中 大眾中 很多都是剛出家的 年少比丘 出家未久 不見大師 那麼這吵架的可能是 可能 可能有很多可能就是出家比較久的 但是煩惱啦 煩惱比較重的 就吵架 那麼年輕的剛出家的一般不敢吵架啦 年長的出來講幾句話你就吵架了 你哪有可能會他媽吵架 一般是 可能也出家不是很久但是有一段日子 那那些剛出家的一般都比較乖老實說 他不敢吵 他說那這些 有很多都是年少比丘 出家未久 剛出家 那麼不見大師 就是 沒有見到佛頭啦 那 或其悔心 有時候心裡面會覺得 我來跟佛出家 結果常常都不見佛 我要跟佛學 見不到佛 愁憂不樂 心裡面可能會 起煩惱 就是說 剛出家有一些剛出家的 那佛要 要聽佛說法 要跟佛學習 那佛又不在 那心裡面可能會 有一點點退到心 還是後悔 還是環擾這樣 所以 我以常夜 余珠比丘 深哀民心 那麼 金當還父 攝取比重 以哀民故 我們常常講 學佛學佛 佛心是什麼 佛心是大悲心事 這觀無量壽經 十三觀 觀到見佛 見佛者即見佛心 佛心 見佛心者 什麼是佛心 大悲心 那你看佛陀 佛陀的大悲確實跟 這個一般阿羅漢的大悲還是不太一樣 那麼他的智慧 跟他的慈悲 確實 一樣都是阿羅漢 但遠遠勝於 這些阿羅漢 好 那麼 這個他說 那麼我長夜 就是我很長期以來 就非常長的時間 那麼都對這些比丘 那麼深哀民心 就是我在慈悲 想要利益他們的心 那麼現在 應該 因為這些比丘 年輕的比丘剛出家 剛出家沒有見到佛陀 心裡面 那麼可能有一些 不是 不是那麼快樂 就是 不是 就是會起一些煩惱 憂惱 所以他覺得 我自己一個人出來這裡 那麼那些比丘 見不到 所以為了射受他們 所以他還從石頭嶺又回去 要回去射受這些比丘 教導他們 這個時候大犯天王 知佛訓練 那麼 大犯天王 他一般來講 天人有一些 他心通的能力也很強 那麼大犯天王 我們比較熟悉的就是 佛在菩提樹下打坐的時候 那麼大犯天王 來勤轉法輪 那如果有沒有可能 佛打坐的時候 那麼 大犯天王不知道佛在想什麼 那佛要入聖聖的 就超越大天天王的這種 這一種 他才沒有辦法知道 那麼有 比如說比較可能 佛只是這樣在想 那麼出定之後稍微想 那麼大天王可能會知道 那他不但是 一般來說的 勤轉法輪 那麼這裡 你看 他開始 我這樣看來 大犯天王也是 很慈悲的一個人 一個他勤轉法輪 第二個就是 就是佛出成道的時候勤轉法輪 那麼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也是勤轉法輪你看 這個也是勤轉法輪 就是說佛本來就想要 回去 度化 這些年輕的比舊 那大犯天王知道了 馬上又來請 是的 佛應該要回去 那麼 請 就是佛應該要回去 教化這一些 年輕的比舊 所以 也有可能勤轉法輪 那這個也是勤轉法輪的一種 好 我們往底下看 他說 十大犯王 知佛信念 如利是屈身必須 馬上 就 從 犯天 那麼消失 那麼 站在這個佛的前面 跟佛說 如是世尊 如是善事 責諸比丘已少正事故 那麼何則比丘是因為 比丘之間 吵架 有離異衝突吵架 或是有觀念的衝突吵架 與比重中 但是 在這大眾中 有很多 年輕的比丘 剛出家不久 那麼 見不到佛 那麼 心裏面 或許 對於學佛這件事 對於修道這件事 他會 退回 那麼 心裏面 憂愁 不樂 那麼 世尊已經 很長時間來 都是 哀悯眾生 色受眾生 就是這一些 出家眾的弟子 大眾生 那麼 希望 希望世尊 那麼 就如世尊所唸的這樣 當 還 社主比丘 還能夠回去教化這一些徒弟 這一些比丘 那秦轉法輪他是 佛曾經想 是這麼記載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他是這麼記載 記載這個 釋迦佛曾經想過 佛法 把我所悟的佛法這麼深 那麼 世間人 聽得懂嗎 那麼 這個我如果跟他們講 會不會徒勞無功 這是 類似說那我 就說曾經想過他不說法 就是不要 去說因為說了可能這些人也不容易懂 那大方天王就 知道了 那就來請佛去轉法輪說 世尊 那麼 這個 佛所理解的道理雖然是聖身 但是還是有些人 可以 可以理解的 那當然這個 到底事實是不是這樣 那 照理講佛 可能有這樣的念頭 但是他佛不會說不度眾生 因為他 就是要利益眾生他才稱佛的 那但是有這麼一個說法 那就是 犯天王勤裝法輪 那麼我們可以把 這個故事跟這個故事一起看 好 這個時候世尊大放天王還還去未久 完了之後 沒有後面還沒有收 他說這個時候世尊心已垂勉 犯天故 漠然而許 就是佛漠然應許 就是說他會回去 他本來就想要回去了 這個時候大放天 知佛世尊莫然於許 為佛做理又落山渣忽然不見 這樣看起來這個大放天王還是蠻慈悲的 這個時候世尊大放天王黃去未久 極還其術己孤獨遠 那一般來講這個金色旁邊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屍陀裏 就是 放屍體的地方 王捨前也有 奇緣金色也有 基本上都有 應該都不遠了 不遠 所以他用神通一下子又回去了 那麼 弗 尼斯坦 尼斯坦是作句 那一般有 他可以叫作句也可以叫我句 他就是句 一般像我們現在尼斯坦是很少用 展句都是有時候要 要頂禮大師或怎麼樣的時候才有 通常 因為 出門基本上就是三一一波還有一句 一波句 那麼這個句就是 一塊布 三堂三件衣也是三塊布 然後還有另外一塊布 這鋪做什麼呢 展開來可以躺在這塊布上 因為他是去外面的 那麼走到哪裡睡到哪裡 就在樹下 那樹下你用布鋪著 第一個袈裟不會髒 第二個 防那個蟲蟻 防那個 防那個很多東西 就是一塊布鋪在地上的 那如果打坐就折起來 是作句 如果要睡覺就展開變握句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尼斯坦 因為現在比較少看見 現在比較很少人在用尼斯坦的 那麼練身振作 就端身振作 表現微相 這個表現微相 就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那什麼是微相 那麼 有很多種說法 不過這個微相 因為微是細微 那細微的相 有可能就是 那麼 就是 有一些說是神通向 那有一些說是他 佛展現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先看下面的 那麼可以對照 這個微相到底是什麼 他說 他說令諸比丘敢來奉見 那麼 因為大家知道 大家以為佛生氣了 走了 那其實佛是不會生氣的 佛是不會生氣的 但是佛覺得 沒有辦法叫話 他也不會說 硬要叫話 或是他覺得 用這種方式可以 讓這些比丘反省 所以 他說表現微相 令 諸比丘敢來奉見 那麼 因為大家知道佛 佛因為比丘吵架 所以就 先 沒有在齊緣經色 就 離開經色 那現在佛回來了 那麼 這些比丘 這些可能吵架的比丘 他 也會有慚愧心 會有慚愧心 那 佛可能是表現出 一種好像是說 他 不會 呵責他們 類似像這樣 或是讓他們知道 一般說 微相是 也許是他心通 或怎麼樣 讓他們知道 或是讓他們知道佛回來了 或是讓他們知道佛 其實 不會生氣他們 那所以 就趕來奉見 就來找佛 這個時候 諸比丘 那 這些吵架的比丘 那麼 那麼 就來到佛前 懷慚愧色 那麼有慚愧心 都是容易得度的啦 就怕沒有慚愧心 那 這個 前禮佛祖 卻作一面 這個時候 世尊跟比丘講 就開始 又跟他們說了 他說出家之人 卑下活命 就是比較謙卑的啦 就醫者 因為 醫者這些 因為他要脫波 要起食 而且 他食 醫 住 都是要醫 包括醫藥 他基本上有四件事 生活的最基本 就是 生活最基本的需求 飲食 衣服 臥具 跟醫藥 生病的時候要 沒有生病的時候就飲食 衣服 臥具 那 衣服跟臥具是 偶爾才有 比如說衣服壞掉了才又會 多一件 又多一件 那平常或是丟掉了或被人家拿走了 那才要去跟人家 就是 就是 祈求這個衣服 那 飲食是天天要去脫波起食的 那起衣跟起座具基本上就 一開始 一開始拿 然後要很久之後壞掉了 丟掉了 才又拿 但是不管你是飲食 衣服 臥具 乃是生病的醫藥 你都是要透過 化園 就是祈求才有 有人給你才有 沒有人給你 你就沒有 那那個時候 衣服是不容易得到的 不是像現在 布料很多 以前不是 以前那個衣服是不容易得到的 所以才會規定三衣不能離身 那因為你 一放著不小心就被人家拿走了 在河邊洗澡沒有顧好 人家就拿走了 或是被水漂走了 那你要再等到有一件 那有時候 沒那麼容易 那所以要叫你 顧好你的衣波 那他說 悲下佛命就表示說 你這一些生活 生活上 要滋養你生命的這一些事 你都不是你自己 就可以的 你都要靠著別人 所以叫做悲下佛命 那麼這個是一種生活方式 第一個降低你的需求 第二個 減少你的貪心 那麼還 掌揚你的 就是 讓你更謙卑 因為有很多出家的他自己本身也很有錢 其實他自己 自己要共黨自己都沒有問題 但是佛陀也不允許這樣 你還是要 去脫波起石 那麼 替法 遲波 替法是一種 印度比較有的就是說有一些沙門他都是替法的 那麼 這些頭髮基本上是在家人 那麼的一種象徵 那麼出家多數都是替法 當然也有不替法 把頭髮盤起來的也有 但是就是 這個 頭髮他不是那麼 重要 不是那麼需要 那麼他也表證一種沙門的現象 所以替法 那磁波就是起石 那麼所以家家起石 從每一家裡面去 去 要飯 就是起石 如被禁咒 那個如被禁咒是印度人認為這個咒語的力量 驅動鬼神 被咒語限制住了 所以 他這個意思是說 你出家人 他生活上是受到限制的 那麼你必須從 這些護法的居士裡面 那麼才能夠 得到你生活 最低的手續 所以 就 就好像被限制住一樣 好像被咒語 被詛咒被限制住一樣 所以然者 但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有些很有權的 有些也不需要這樣做 從家裡供養他都可以 就有些人真的是 那那個 父母親都可以蓋一間試院給他 然後供養他在家裡面 那不用去脫波 都沒有關係的 但是這個佛陀系是不允許的 他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還要 頭髮剃掉 還要穿這個袈裟 然後還要去跟人家 祈 祈求這個飯 飲食衣服握具都要透過祈求 而且天天要去脫波 就人家要飯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其實 講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之所以 舍掉那麼多享受 來出家 過這樣 辛苦的生活 勤苦的生活 一般人說起來就說 沒有至尊的生活 為的是什麼 為求勝利 其實這個簡單的計畫就是 你 為什麼來出家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你為什麼來出家 選擇過這樣的生活 你可以在家翹二郎腿 你可以天天去 唱歌跳舞 你可以吃好的穿好的山珍海味 你可以躺在很舒服的地方 你為什麼來這裡忍受風雨 忍受文營 忍受飢餓 那麼 來出家呢 你們來出家是做什麼的 因為彼此吵架嘛 那麼把吵架當然 如果大家都未勝利 當然就不會吵架 因為吵架就是彼此起煩惱 那麼現在 你就是為了調伏煩惱來的 那你現在為了調伏煩惱 你不只要忘記了 你彼此 彼此因為武藝或因為 一些行為 你起煩惱了 那麼你就忘記了你出家的什麼 初衷 其實是這樣 那不管你是為了追求武藝 追求民生 追求什麼 那麼 基本上 這個 都違背你 要出家的本意 那他說什麼 為求聖意 聖意就是 要 要契入真理 那聖意真正的聖意就是無我嘛 緣起無我嘛 其實是這樣 其實就是為了解脫啦 為了有智慧可以得解脫 就是 一般我們說到就是 為了正得諸法實相 這個法華經裡面說的 得諸法實相 那其實就是契入真理 那麼 契入真理做什麼 那麼正得真理你就可以什麼 可以解脫 解脫是解脫什麼 解脫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有什麼問題可以要解脫嗎 有 因為他是輪迴生死輪迴的苦 他有很多的苦 在生老病死中就 願正為愛別禮求不得種種的苦 而生老病死本身就是一種苦 就是有這一些 因為煩惱而來的 這些痛苦 所以他說 為渡生老病死 悠悲難苦 究竟苦變 而且就是 你希望 永遠都不要再有這樣的苦 就是 沒有再輪迴的苦了啦 就出輪迴 這個是出離心 你 你來出家 來修行 是為了什麼 你好好地想一想 這個是佛陀跟他們說的話 大家吵架嘛 意思是說有些人你原來過什麼生活 你為什麼放棄你原來的生活 願意來過這樣的生活 為什麼 你想一想你為什麼 那你現在 又為什麼 大家為了一些小事彼此在那邊吵架 那又為了什麼 是不是跟你 放棄你原來的生活來出家的本意 是不是 有一樣 好 意思 如果我們仔細再來看 你都願意放棄那麼多了 為什麼這麼一點點小事 你不願意 你放不下 你可以放下 你放下你父母 放下你的 你的這些無欲 放下你的原來的生活 放下你原來的朋友 你放下很多東西 你就是 你為什麼願意放下你原來擁有的這麼多東西 為了什麼 為了解脫 那現在 在這裡啦 你忘記了你的初心 只是為了一點小事 就彼此什麼 放不下 那麼多你都放下了 結果真正來修行了 你那麼小的事你都放不下 那麼少的 那麼少的問題你都放不下 你看這個 這個常常有時候會這樣 真正要出家什麼都省 但一旦出了家什麼都不能省 就會這樣喔 那這個其實就是 其實佛陀要告訴他們的道理 好 那他說 這個 諸善男子 奴不為王者 所使 非負債人 不為恐怖 不為失命而出家 正為解脫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 奴等 不為此而出家也 好 那麼 這個出家 到底是為什麼出家 佛陀先問他們 你們為什麼來出家 但是出家的原因其實也有很多種 佛地址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 像爛陀 爛陀不是為解脫去出家的 爛陀是因為看到佛陀莊遠 就不小心就 不知道 迷迷糊糊就跟著佛出家了 爛陀不是為了 為了解脫出家的 那麼有很多都是為了解脫出家的 初期 但是有些也不是 那後來就慢慢慢慢有很多 就是 他 因為 王者 所使 就是因為國王 或是盜賊 的原因 所使就是 也許國王逼迫 或是 這個盜賊 或是 這個 逼迫 或是因為負債 就是貧窮 那一般來講說 佛 這個 在 《玻璃環經》裡面說到 有四種出家 就是貧窮不能治活 負債以物以藏之 在意當時無用 那麼 就是 你在世間的時候 你 沒有工作 你不曉得做什麼 也 也不受重用 就是 不曉得要做什麼好 不曉得做什麼好 就 出家囉 也不曉得做什麼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生活過得很辛苦 負債無以藏之 就是說 那 你欠很多錢 那麼你一直這樣生活 覺得很辛苦 那 出家基本上 就 這些都 了嘛 不用了嘛 所以後來會規定 如果有欠錢的不能出家 就是這樣 要先把錢還完 不然人家會去生團投訴嘛 因為那也沒有錢 也不能給他要 他又是比丘 又 後來佛陀就會 生團有規定 如果負債 你不能出家 或是你 為國家做事 但是你身官身不了 不受重用 你還有國家的這種職位 你要 離職了你才可以 類似像這樣 或是你生活過得很貧窮 生活很辛苦 那麼出家有吃有住 也有這樣子的 那所以 他講 你並不是因為國王的原因 盜賊的原因 那麼 國王逼迫盜賊逼迫 也不是欠債 那麼還不了 那也不是因為 受到誰的 這個迫害 產生恐怖 那也不會因為 不畏私命 就是 你有私命的因緣 那麼你出了家 就沒有 就沒有這種私命的因緣 像有一些人生病 那麼沒得醫 那是 他也沒有錢看病 也不知道怎麼醫 那 這個僧團裡面有一個專門醫的 醫的醫術非常好的旗婆 他為了治病 他就來出家 也有這樣子的 所以後來 就 訂定很多 遮難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那 佛陀就跟他們講 你們 是因為這樣來出家的嗎 還是 因為要解脫 生老病死 憂悲腦骨 就是要解脫 而來出家的 你們難道不是因為 為了解脫 來出家的嗎 比丘白佛 這些比丘就跟佛講 是的 我們是為了解脫 出家的 我們並不是因為 完難 國往的原因 道解的原因 不是因為欠錢的原因 不是因為害怕沒命的原因 我們就是為了解脫 為了解脫生老病死 輪迴來出家的 好 那麼 佛就跟他們說 奴旦比丘為儒事 聖意 那麼 而出家 你們是為了解脫 聖意就是 契合真理 其實就是 解脫了 你們是為了解脫來出家 叫出離心 這種叫做出離心 出離生死 那麼 雲何於衷 你既然是 你們既然是為了 出離煩惱 出離三界 出離生死來出家 為什麼這裡面 還有 一些人 像魚吃凡夫一樣 起這個貪欲 急身攬拙 稱惠 凶暴 那麼 稱恨心 那就是 就是你 比如說 這個就是彼此 有些利和不通君 就是或是說利益有衝突 那麼就 吵架了 吵架起來 稱惠 凶暴 懈怠 下裂 思念不定 諸根迷亂 那麼 因貪 因為貪 而起 承恨心 那麼 這個承恨心 表現出來的行為 就是凶暴 要把人家壓制下去嗎 那麼 這種就是 煩惱像 那煩惱像 從佛法上 他就是懈怠 你不清淨了嗎 因為精淨就是 精淨跟不精淨就是 你有沒有 調伏你的煩惱 其實就是這樣嘛 就是修行就是要調伏你的煩惱 那你沒有把心用在調伏煩惱 而用在 伸張自己的 正義 維護自己的尊嚴 那麼 鞏固自己的利益 類似像這一些裡面 而不是調伏自己的煩惱 那通常會吵架都是因為這樣 就是認為利益有衝突嘛 這個利益也許是面子上的問題 也許是食物上的問題 也許是你對我態度不恭敬 也許是 你侵犯了我 你傷害了我 就很多啦 不管 就是 要不是維護自己的尊嚴 要不就是 要鞏固自己的利益 反正都是這樣子的 那麼 但是真正的 真正的 出離心是來自於 我要調伏自己的煩惱 因為這些都會造成 這些煩惱 讓我照顏 那麼 通常是 你不知道你在起煩惱 所以煩惱會不斷擴大 那麼如果你已經覺察這個是煩惱的 而且你的心用在調伏煩惱上 事實上它不會一直擴大 通常要我們都不起煩惱 這個是比較難老實說 因為我們有習慣性遇到這個禁 不如意的禁 如意不如意的禁 我們都起煩惱 如意的禁就起貪愛相嘛 不如意的禁就起稱惠相嘛 通常是這樣 那麼這個都是 要讓自己維護自己 其實我見我愛的一種 但是 一般人 凡夫 不太可能不起煩惱 不太可能都不起煩惱 少起煩惱就有 但是修行跟不修行 精進跟不精進 不在於起煩惱跟不起煩惱 只要是凡夫都會起煩惱 不要說凡夫 勝者都會起煩惱 不起煩惱的只有阿羅漢 佛也是阿羅漢之一 只有阿羅漢把煩惱跟斷掉了才不起煩惱 出國惡國三國 三國都會啊 只是三國沒有世間的煩惱 三國沒有世間的煩惱 而且沒有撐任心的 沒有世間的 三國的煩惱是在涉灘湖涉灘上面 那麼 另外就是有一些不正念 調局 但是他 不會顯現讓你看得 很就是像一般人一樣 不會 出國惡國都還有 他要遇灘嘛還有撐嘛 所以我們通常 不太能夠說 我們都沒有煩惱 沒有那麼厲害 老實說 煩惱一定有煩惱 但是 修行跟不修行 有出離心跟沒出離心 不在於你起不起煩惱 因為 有修行跟沒修行 都會起煩惱 但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起煩惱的時候 第一個他有沒有覺察 第二個他有沒有去調伏他 那我們 凡夫多數都是 用自己的煩惱 沒有看見自己起煩惱 然後用自己的煩惱要去調伏別人的煩惱 別人的煩惱看得清清楚楚 別人的煩惱體驗得清清楚楚 那麼 自己也起煩惱了 自己不認為自己是煩惱 自己的這種煩惱他沒看見 也不認為自己在起煩惱 但是認為別人有煩惱 所以用自己的煩惱要調伏別人的煩惱 結果就產生什麼 產生症 所以 這一部分修得最好的是誰 虛不停 無真上面 這一部分厲害 必須要有那種般若的滋味才有辦法 那麼真正的修行者在 自己的煩惱中調伏 而不是想方設法要去調伏別人 的煩惱 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個人有用功沒用功 其實很簡單 不是看他有沒有在拜佛有沒有拿著念珠 當然這個也是 不過這個是表象上的 表象上的沒有錄到 這個沒有錄到心 這個 不完全 就是 還沒有 還沒有辦法 棄入 真正的就是說 遇到這些事情 人家會起煩惱 他不起煩惱 人家遇到這種境界 人家會著迷 他不著迷 這個表示這個人隨時在用心 這個人厲害 你不一定看他隨時在拜佛 隨時在念佛 眼觀彌觀心 沒有 他看到的一切境界 他都從無常 緣起 裡面去思維 所以這些對他 這些種種的境界 就好像 飛花落葉一樣 不能動他的心 即使是針對他的 那麼他 也不會那麼直取 因為他 就是專門針對他 他都不會那麼樣的 那麼樣的勞動 表示這個人有無我的心 觀察到無我了 那麼 這種功夫 才是真正修行的功夫 我們 平常念佛拜佛誦經 就是 要讓我們 六根攀遠六重 時常勞動的心 藉由一個方法安定下來 但是真正的安定 是見到境界不動 而不是逃避境界 秉除一切境界 讓你心不動 不是 但是你要這樣當然還是要透過 平常 你有習慣安定下來的心 叫做都色六根 敬念相繼嗎 我們在送經的時候也是一樣嗎 念佛的時候拜佛的時候也是一樣嗎 秉除一些外緣嗎 那我們只專注在這個境界上 但是 這一些只是訓練 你專注在這個境界上 佛號啦 那麼 這個經意啦 或是佛像 莊嚴這些上面 但真正的 真正的 這個還要進一步到了沒有 專注在 佛法的意理上面 那麼佛法的意理不離開 緣起 無常 一切 一切現象 一切的境界 它都是緣起的 都是無常的 都是無我的 那麼 你真正了解 你絕對不會對 無常 無我的現象 產生執著 就好像 你絕對不會對 這個掉下來的樹葉 那麼 產生執著 不會對 人家把這些樹葉拿去 你產生執著 絕對不會 因為一切 這個不是我的 這個本來就是這樣的 時間到了它就會掉下來的 所以 真正的啦 真正你的修行在於 煩惱禁 起來了 你不起煩惱 對別人它是煩惱禁 那煩惱比較重的人就是沒有煩惱的時候他也會起煩惱 別人不起煩惱的地方他都會起煩惱 那麼這個也很常見 這就沒有什麼事 他就是 他就 他就是無中生有或小事化大 那麼就一直在這件事上執著 這根本就沒有什麼事 大家都不起煩惱 他就從這件事起煩惱 真正有修行的是 大家都為這件事情憂心 恐怖煩惱 他當沒事一樣 他根本就不為這個煩惱 這個就厲害 這個就是我們要不斷不斷訓練 為什麼要常常思維 做做思維就是這樣 你要想想想 常常想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到底在煩惱些什麼 我到底是做了些什麼 所以 常常要想問自己 不管在家出家 我們學佛 所謂的修行 到底什麼是修行 到底什麼是修行 修行是修些什麼 那我修了些什麼 那有什麼作用 我又得到了些什麼 就是 我又沒有內心 因為 基本上 修行的核心 就是調伍煩惱 調伍煩惱的像就是什麼 平靜像 叫做極靜像 等到煩惱所有都沒有了 就涅槃極境了 那 但是 還沒有調伍所有的煩惱之前 他也會有相對的極靜像 安定極靜 不動亂 不是生不動是心不動 那我們說我們不可能完全不動 但是 在遇到境界的時候 他不是叫你都不動 而是不要叫你動的不停 動盪的不停 就是你察覺了 你把心 你把心 放在怎麼調伏 這種煩惱 那就好像 假設 你一個人在走的時候 或是 你感到害怕 你以為有鬼 你感到害怕 那麼 我們多數的人 就把心 或是睡覺的時候 你看到有異生 異像 那你感到害怕 那我們多數的人 如果感到害怕有鬼 我們第一個就是什麼 把觀音菩薩請出來嗎 先來想鬼嗎 福鬼嗎 大悲咒就念下去了 然後 念得很大聲 基本上 因為我以前也這樣 害怕 害怕就開始念大悲咒 而且要念得很大聲喔 那麼 但是這是一般人的啦 但是如果說你 有力量的時候 你習慣思維你就在想 我到底 為什麼會害怕 我害怕的心到底從哪裡生出來 我為什麼要怕鬼 我為什麼要怕鬼 如果從佛法上 應該鬼怕我才對 為什麼 鬼比較沒福報啊 鬼比人比較沒福報 所以 我為什麼要怕他 如果 這個是第一個層次的思維 我為什麼要怕他 如果我 欠他的命 那麼我怕他也沒有用啊 如果我沒有欠他的命 或是我跟他沒有相關 那麼 那麼他也害不到我 而且鬼也不一定是會害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的害怕到底從哪裡生出來 我會害怕 第一個 為什麼會害怕 第二個 我是什麼 那麼這個就是 再更深一步的思維 那麼當你這樣思維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害怕心就沒有了 好像在痛也一樣 那 這一些 這一些其實就是 我們要養成這種習慣性的思維了 那麼 當你養成這種習慣性的時候 你馬上能夠回到問題的核心跟癥結上 比如說 你看見人家在吵架 第一個先做這個 你看見人家在吵架 那通常我們看見人家在吵架 會當看戲一樣 真的都會這樣 會覺得 好像看熱鬧看戲一樣 我看你們在伴上的戲 就是大家演戲 那就是覺得 就看得津津有味 其實 你在看這個的時候 如果你習慣這樣看 等到輪到你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了 你就是男主角女主角了 那個時候你就很會演戲了 這個就是你平常思維不到家 你看見人家吵架的時候 你第一個看到的就是 煩惱像 他們在起煩惱 那麼你必須從煩惱像裡面 因為有因有緣世間級 佛陀教給我們的就是 為什麼 因為彼此都苦 你看兩個人在吵架 彼此都苦 這個是苦相 這個是夜相 那麼煩惱像 那麼這些煩惱到底從哪裡出來了 你還要從中看到緣起 聽了一下 假設你有聽了一下 原來 這個人是因為執著這樣 這個人因為 因為裡面一定有執著 一定有我見我愛 絕對不會沒有 一定有我見我愛的成分 那麼你看了之後 你去思維 你就馬上把你所學習到的佛法 緣起 無明 無明緣形 行緣事 你馬上做連結 馬上做一個觀想 確實是這樣 然後做這個觀想做什麼 那麼有一天 這個漸漸忽然間 現場在你前面的時候 你馬上能夠想起這一套 那麼你馬上就能夠克制住煩惱了 你知道你正在起煩惱 所以第一個先覺察 那麼你會先調伏 會知道 我的執著在哪裡 因為我曾經看過別人吵架 他們就是執著這個 那我現在知道了 所以預防 我就是如果是我 我們看見別人吵架 看見別人起煩惱 我們要想 我們不要覺得很有趣 看見人在吵什麼架 不是 我們要想 這是多數人會遇到的境界 有一天 我有遇這樣的姻緣 遇到這樣的人 遇到這樣的事 我會不會像他們這樣吵架 如果不會 那必須要怎麼做才不會 他就進到苦極滅到的層次裡面 這個是苦 苦是因為煩惱 好 那我應該要在哪一個地方 思維 如果我要勸他 我應該要勸他什麼 那麼 我能夠勸得了他嗎 那麼如果是我自己 我勸得了我自己嗎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 才能夠消滅這種煩惱 消滅這種業 消滅這種苦 那麼你 開始 常常會這樣想 常常會想 就是你在電視上看見人在吵架 也是一樣 你會從裡面看見我見跟我愛 然後看見生死流轉的緣起 叫做此有故彼有 那如果後來好了 你會發現到 你會看見此無故彼無 這個現象 好 我們先下課